Hello 大家好 我是刀圈里的小学生 郑远航 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松田居南的定制作品 战术鱼叉很少见的一个玩具 它的造型就是一个传统鱼叉式的造型 采用OU31的钢材 橘子logo就是品质保证 整把刀虽然尺寸不大 但是战术风格满满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厚度 绝对强壮的 4毫米多 比卡巴1217这种伟大的军刀的厚度还要强 更何况它用OU31的钢材 所以性能绝对没问题 然后刀片用的是一个葛式打磨的刀片 手工葛式打磨 前端又带有一个假刃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鱼叉都做的 这么有战术的风格在里面 相当不错 然后我们来看整个刃面 刃面的话也是带有一个日式的波浪纹的烧刃 日式波浪纹烧刃 整个刃面研磨的非常的光亮 研磨的光亮就意味着它有更更精细的一个刃面的表现 所以即使它很小它很厚 一般来说这么小的刀这么厚 然后加上它的开V又比较短 锋利度肯定不会理想 我们来看一下橘南它能够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锋利度 看到没有 整个尾部完全没有任何的拖拉 这个就是橘南作品的魅力 这是它的一个小窍 我们来插进去 锁定清晰牢固 随用随取 不显山不漏水 这是一个很高端的玩具 同时我们玩家也可以拿一些伞绳 在手柄上缠绕 做一些自己的DIY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扣 它的扣采用了一个秘鲁结的设计 看到没有 这个秘鲁结可以调高调低 可以调这么长 然后取下来 在应急时刻 这个伞绳也可以拆下来 然后把这支鱼叉绑在一个树枝上面 做一个长毛 还是不错的 在户外的话 它会有一个更多的可选择的空间 OK 这支小玩具就到这里